好,那么先回家上几个内容啊 上几个讲什么呢 上几个讲的PS对吧 PS有这个一些滤镜对吧 当然讲PS了 那么滤镜里面收了一下尾 讲了一些这个PS内部的一些滤镜 当然还有更多更好玩的外挂的滤镜 看以后有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 那么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的PS动作 什么叫动作呀 哎就是比如说这个每一招每一事啊 就比如说这个这个四代调整 滤镜这些都是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直拳勾拳 那么怎么把这些东西给他练成一套东西 练成一个套路啊 哎就跟那个这个这个太极拳似的 当然不能拘泥于招式 但是这种一套一套的下来 你也会对这个武术有有个练习的方法 对吧 哎比如这以前练功夫啊都讲究这个啊 比如说练刀吧 刀交左手 怀中抱月啊 单刀看手 双刀看肘 大刀看滚手啊 前看刀刃 后看刀背 上看刀尖 下看仇子座啊 来个夜战八方 藏刀式 把式把式啊 全凭架势 没有架势 不叫把式啊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呃 光说不练 那叫什么 那叫贼把式 光练不说 怎么样 那叫啥把式啊 您看我这盒啊 连盒带药 连功带料啊 你看我这大力丸啊 这这这说远了 那么这个是动作 动作什么样呢 比如说切掉PS里面 那什么叫动作呢 打开一张图之后 在窗口菜单里有一个东西 叫什么呀 奥特加F9 动作 不是动画 是动作 动作有什么动作呀 一开始有一些默认动作 对吧 有一些默认动作 你看他有一些这个 有这个小框啊 对话框状态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比如说四分 四分颜色吧 播放一下 哎 你看刷一下 它就成这样了 那到底怎么成这样了呢 看历史记录 看历史记录 那么它是不是先打开 然后复制涂层 然后去色色接 甚至它还建了一块照 对吧 哎 它怎么一步一步的 哎 这个这个菊英选框 怎么好 怎么正好 选到四分之一 然后让它是四分颜色的 四倍平衡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里面 对应的东西啊 第一步建立快照 哎 是不是就是这块 建立快照 然后什么 转换模式 你说它怎么转换的模式 哎 制RGB色彩模式 复制当前涂层 去色 然后色接 你发现了吗 色接 哎 是怎么调的 曲线是怎么调的 哎 设置选区 啊 这一个就完成了 对不对 这一个就完成了 当然这块 这块有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是什么 这种东西是类似于对话框的东西 对吧 啊 你可以让它有对话框 也可以让它没有对话框 什么叫对话框呢 比如说把它历史记录啊 切回到原来这种状态 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它这块 加上对话框啊 对话框状态 确定 确定 确定之后怎么办 哎 再再把它播放一次 建立快照 它是问你快照的名字 对不对 每一次都问 问你富士图腾的名字 哎 你可以看到这这回 就是它怎么一步一步 色接 做出来的 啊 曲线是怎么调的 对吧 四带平衡是怎么调的 一个出来了 对吧 啊 第二个 哎 第三个 第四个 最后 是不是就完成了一步一步 这样对话框就就就设置出来了 哎 这挺有意思的 那么还可以去掉对话框状态 就这么几个默认的动作吗 那也太没意思了 哎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动作啊 比如说 哎 这是渐边映射 播放一下 它会怎么样 播放一下 刷一下 它渐边映射了 对吧 有点意思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又这个 在这点它 点它之后 你会出现 这个这些东西 比如说 开始记录 再次记录什么的 这块还有什么 复位动作 载入动作 那么这块有一些 什么画框啊 什么的 哎 当我点击画框的时候 你发现 它是不是新出了一块 哎 对不对 当然 当然我在点制作 哎 它是不是又新出了一块 哎 当然我点复位呢 什么意思 确定取消追加 这个东西很眼熟 对不对 哎 如果追加的话呢 就全都有 对吧 两个默认动作 当然我可以把它删除掉 哎 删除掉 这个东西像什么呢 以前也类似过 类似的见过 对吧 确定取消或追加 哎 以前什么见过 画笔的笔刷 包括形状 包括图案 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对吧 哎 这个都是 Photoshop为什么强大 因为它开放啊 一个人也是应该这样啊 只有有这个比较大的胸怀 这样才能够接纳各种知识啊 容纳各种各 各种情况啊 海纳百川嘛 有融奶的啊 那么 那么这个画框里面可以有什么动作 首先我把它恢复回来吧 恢复到这种呃 原始照片照片的状态啊 从图层上看一下 它原始照片是什么状态 只有一张原始照片 对吧 奥特加F9 哎 刚才看 发现这样 那么这回给它加一个什么动作呀 加一个照片卡角 什么意思 播放一下 哎 看看不出来 把它缩小一点 Ctrl-减 哎 你可以看到 它 它这个这个照片怎么样 是不是像卡住一样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打印的时候还挺好 挺好玩 有点效果 对不对 这个呢 原来 原来 如果咱们做的话 可能是比较费劲 比较费劲 那看呢 它现在怎么做的 哎 这边卡角 一步一步的建立快照 复制图层 填充啊 做三角啊 等等等等 最后才做出来的 对吧 各种各样的画框 一下就都有了 那么是不是就只有这些动作呢 比如视频动作 哎 你可以看到 广播电视 这个明明明亮度 什么的 这个 你说 这个 我能不能从网上下载一些动作 哎 可以啊 那比如说 呃 从网上下载 那就是载入动作 对吧 载入动作 那么哪有动作 比如说在 哎 你看到他的文件夹了没有 这文件夹是什么结构的 啊 Actions啊 一般来说 在这个 呃 他 这是一个临时文件夹 在那个 Program Files 底下的 Adobe底下的 Adobe Photoshop Obsite 4底下的 Presets 里面的 Actions 这里面会有 那么当然 我下载可能 没没搁这 哎 我搁到这了 比如说 我有这么一个 哎 这个不能都选 对吧 不能都选 那么选第一个 哎 这样 这样他就出现了 那到哪去找呢 到哪去找 网上很多 对不对 网上很多 这个啊 Google一下 或者百度一下 都可以啊 这个 Photoshop 动作下载 哎 比如说 这块 你可以看到 专门了 他除了笔刷样式图案 滤镜等等之外 还有一个动作下载 这块也有啊 这种动作 专门的动作下载 动作下载 Photoshop动作 点了之后 就可以下载 就过来了 你可以看到 都是什么样动作 比如说 简单美白动作 这个 这个就是 我觉得更傻瓜化一些 对吧 哎 包括淡蓝色调色 简单暖色调色动作 这些 暗红色调色动作 这些东西 你要想象一下 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拿一个色接 或者曲线 搞一下就可以了 哎 那么就是一套路 我说原来可能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做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哎 现在形成一套路了 但是套路 又套路的麻烦 你就有招了 对吧 你就不可能做到 五招 胜有招了 那么 这个切回PS 切回PS 你看这个里面 有什么动作啊 有什么动作 这个时候有什么 啊 这些动作 普遍是应用到 什么地方的呢 比如说我在这 新建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 500 好吧 500 然后在这 写点字 写什么字呢 首先 首先 这个 这个 色彩模式不对 是吧 把它色彩模式 切一下 图像 模式 我怎么一下 就看出都不对了 哎 你可以看到 这块 它的标题是灰色 对吧 否则的话 一会儿又出问题 灰色 模式 叫什么模式呢 叫RGB模式 好了 然后把图层 F7 调出来 哎 写个字 什么什么字呢 比如说 这个 Adobe的 提 啊 什么字 OEasy OEasy 好 写了之后 怎么办呢 Control 哎 不用Control 基本基本 基本 也也比较清楚 是吧 哎 那么可以搁到这 哎 哎 放不下 放不下 怎么办 变小点 变小点 好 变小点 变小点 怎么办呢 哎 这个可不可以变粗点啊 哎 小浑厚一些 对吧 浑厚一些 那么 这个时候 有它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动作 比如说 这个字还是太 太怎么样 我可以 我可以把它变得更 更厚重一些 哎 这是不是要比较厚重啊 哎 我比较喜欢这种厚重的感觉 那么 在对它进行动作 什么动作呢 比如这些 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fire fire动作 播放一次 继续 继续 然后就自己搞了 自己搞了 这搞什么呢 你也不知道 哎 最后的结果 你看 最后的结果 什么样了 这个是不是就出现 类似于火炎的感觉啊 火炎的感觉 当然一个字可以 一个按钮 是不是也可以啊 一个人是不是也可以啊 变成超级赛亚人了 对不对 怒火中烧的 眼睛里面 眼球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很多种 很多种效果了 当然 再再看一个吗 哎 比如说 我把这个历史记录 推回到 这个 比较初始的状态 啊 这种状态 然后呢 这个 再找动作 什么动作呢 比如说 Crystal 回锁播放一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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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都问你一下 是吧 好 继续 哎 这块就设置对话框了 对吧 哎 确定了 啊 默认的来做 这个时候 你就可能不太清楚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但是最终 他有这么一个效果 对吧 哎 再继续 哎 最终有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我可以怎么样 为了他更明显一点 把这个背景 涂成黑颜色 哎 黑颜色又 又又太那个什么了 听说红颜色吧 暗红色 哎 确定 涂一下 你看这个 他是不是有一种 Crystal的感觉 什么叫Crystal 水晶之类的 哎 以前定义出来 这个挺好的 啪一下 他就出现一个动作 那你说这个动作 跟滤镜有什么区别 动作是不是就是滤镜啊 动作是不是滤镜 动作滤镜是怎么样 啪 比如说我我点一个 哎 他这个这个球面画 啪一下 他就自动出一些效果 比如说我点一下水彩 就自动出一些效果 但是我不知道 他里面怎么搞的 对不对 但这种水晶字之类的东西呢 他可能是一种open的东西 哎 每一个动作 我都可以知道 他怎么搞出来的 对不对 我都可以我都可以看到 他怎么 就要怎么生成 这种水晶字的 哎 这这样可以便于 这个交流 便便于学习啊 而且还可以细化进去 调的具体的参数 对不对 调的具体的参数 那么 别人 这些也是人做的 那我能不能自己 做一个这个 字啊 能不能 那么 做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现在 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图 这个图啊 把它切到原始状态 原始状态 就这种状态 好 那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自己一个新建一个动作呀 比如说这这这这这都是人做出来的 我自己能不能做 我自己能不能做 我也能做呀 首先我在这新建一个文件夹 对吧 我这叫什么呀 叫我的动作组 我的动作组 啊 我的动作组 那么这是什么 这这就是一套 是吧 哎 我就在这里面 这是什么呀 这是第一个套路 什么套路 叫什么 叫我的动作 我的动作一 我一 好 我动作一 这时候开始录了 啊 这样停就不录 录就录 停就不录 录就录 对吧 哎 那么这时候可以先停 我想想我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这时候新建一个文件吧 新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把色彩模式调一下 我怎么一下看上来了 在标题上写着呢 对吧 RGB 然后呢 再做一个形状 什么形状呢 啊 用钢笔做吧 复一复一钢笔工具 哎 这种什么形状呢 把它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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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点怎么样 这个点把它拉平 拉平 这样拉平 这个点怎么样 把它拉平 这样拉平 这个点怎么样 把它哎 这样拉平 哎 这个点怎么样 把它 拉平 那么这个 弧度 这样了 这样是一个弧度 这样是一个弧度 当然这个弧度还还行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动作 我把它怎么样 我把它啊 扇格化 扇格化了 扇格化之后呢 把它看成大小 Ctrl T一下 Ctrl T一下 变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 大家要这么大合适了 好 这个时候 我开始做动作 怎么做这个动作呢 这个动作就开始录了 对吧 开始录的时候 Ctrl T Ctrl T 我把这个 这个这个点 给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它扭一扭 扭一扭 哎 停 这个时候停 咱们这个时候 你播放了一下 它在不断的翻转 是吧 你看看它这个 都是怎么怎么写的 脚 转度零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那个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动作显然不太合适 那么怎么办呢 删掉它 删掉它 再再用 再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回来 移过来之后 再重新录 对不对 重新录 Ctrl T Ctrl T 先把它这个 挪到这个角上来 然后按住Alt键 也不行 是吧 也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先停吧 路的时候 第一步就得Ctrl A Ctrl C Ctrl V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Ctrl V 它又又又跑到这个位置 又不太合适 那么这个时候 还是得删除 所以说这个路的时候 你得非常注意 对吧 非常注意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整个删除 整个删除 我动作一又又清空 清空又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的时候 怎么办呢 首先 把它新建一个图层出来 一模样图层 然后对这个图层 你进行什么 Ctrl T Ctrl T Ctrl T 取要选区 Ctrl T Ctrl T之后呢 把它挪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旋转一下 确定 这个时候 这个动作结束 然后再播放一次 成不成 你可以注意到 我做出一个什么 类似于花的感觉 对不对 类似于花的感觉 这 这 这东西 如果说这个 要半 它比较圆一点 怎么办呢 半比较圆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得改变你原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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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式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是这个 一大堆是吧 一大堆 把它 把它加入Ctrl E 再再Ctrl E 再Ctrl E 那么 这个 这个时候 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 现在想要半 圆一点 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拧 拧它 对吧 Ctrl T一下 然后把它拧成 这个样子 它会不会反过来呢 所以说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它现在 它现在是不是 反过来了 那么这个 如果说 我要是把它 这个 变粗一点 会 会 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 还要把它 删除掉 Ctrl T 把它变粗壮一点 粗壮一点 怎么要粗壮一点 这样吧 这样 然后先选中它 先选中它之后 然后 这个 选择 叫做 选择菜单 里面有一个叫做 扩展选区吧 扩展选区 然后变成多少 扩展多少 一点点就够 下面是 十个像素吧 是不是扩展了 粗了一些了 对吧 再 再把它 这个 填充一下 填充一下 这个 这个有点 这个没尖了 对吧 没尖也挺好看的 先看看这样 能不能做出 同样效果 再播放一次 是不是 是不是 也可以 也可以做出 同样效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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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那么 这个 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动作 它可能只需要 三步 复制当年图层 设置 选区 设置选区 实际 控制地 取消选区 对吧 然后再变换 变换的时候 你注意到 它的相对位置 这 要保持了一点 就是它 这个大小的 基本差不多 比如说 你这个大小变很多 可能可能就有问题 那么 咱们再做一些吧 实际这个东西 和后边的一些 一些 批量化处理 可以用在一起 比如说呢 比如说你这有一批照片 都是什么照片啊 都跟视频有关 如果说这个照片 跟视频有关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视频 转化成照片 还有一种是 照片转化成视频 对吧 如果照片转化成视频 一般是 图像大小的转变 对不对 转化成 这个 视频大小 然后这样你拖动 时候就比较快了 而这个 这个视频转化成 照片是什么样的 就是视频 有它一些特殊的 这个效果 现在都是按针来说的 但是以前是按厂来说的 什么叫厂呢 来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当前图层状态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给它 怎么办呢 我新建一个文件 宽度一个像素 高度两个像素 这样一个一个 一个小点子 然后怎么办呢 把它这个小点子 选中 选中之后 用黑颜色给它涂一下 现在是不是就是黑白两色了 对不对 我再把它定义成一个什么呢 定义成一个图案 定义成一个图案 好 这叫一个图案 那么我再切回到这边 切回到哪了 切回到这个 切回到这之后 我在这新建一个填充图层 渐变图案填充图层 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图案整个灰掉了 对吧 但是呢 我把它放大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它是黑白条了 像斑马一样 哎 这到底在做什么 这时候把他的色彩模式 转化成什么呀 转化成绿色 你知道图像怎么样了 发白了 对不对 就是说有没有 这个这层 它是发白的 你发现了吗 实际 这就是真正 这个视频 这个早期的模式 它什么呢 绿色或正片阶底都可以 绿色可以屏蔽 可以屏蔽 黑色 对吧 正片阶底可以屏蔽白色 你看这个 就一条一条 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真正看到的视频啊 实际是什么状态呢 它是一种隔行扫描的状态 就是说一条有 一条没有 一条有一条没有 一条有一条没有 所以呢 它是有场的观念 它是有一个前场 有一个 有一个后场 那么它实际上 每一次都只刷新一条 它并不是整个图像都刷新的 所以说 你这个图像看起来 会可能会放到一定程度 它会有点怪 那么这种这种图像 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正常的照片呢 哎 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需要怎么样 把它这个图层合并一下 图层合并之后呢 然后再用滤镜 有什么呀 有这个视频类的 哎 竹航扫描 哎 他问你技术场 偶数场 是插入 是复制还是插值 复制插值很像什么呀 插值 以前学过插值算法 对吧 是按周围这几个插值呢 还是按照什么三次立方呢 还是两次立方呢 还是如何如何对吧 那么还有复制 咱们说过 它是取一圈 还是取上下左右 还是复制 就比较简单 啊 技术场 什么意思 偶数场 什么意思 先点技术场 看看 哎 一下成功了 对不对 这个黑条 是不是一下都没了 哎 反之的话 哎 反之 反之的话 滤镜 视频 哎 滤镜 视频 中行 啊 把它拐成 偶数场 你故意后悔变成什么颜色 是变成纯黑色的 因为它每个偶数场 那个偶数 那么咱们看一下 什么叫技术场 偶数场啊 什么叫技术啊 13579 对不对 13579 是技术 所以技术场会怎么样 哎 什么叫偶数啊 24680 所以偶数场会怎么样 哎 这是不是很轻重了 把这一套 包括大小 包括这个 这 这 这个 这个转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滤镜啊 都给它定义成一个动作 是不是一套用起来就非常快 非常顺利了 啊 咱们这次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动作 当然你 你你要的这些动作 也可以上传到网上 和一些人共享 对吧 哎 好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